Shoes 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開箱 開什麼箱呢? 這不是一個新的產品 而且它出了很多袋 我都沒有特別想去買 但是呢 有個抽獎就讓我抽中它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這個 這麼大盒 看不出是什麼 我現在馬上開給大家看 好了 這麼大盒 但是這麼大盒也不知道是什麼 先把它拆開 好了 拆到這樣 還是看不出什麼來的 不要緊 現在馬上開 大家可以猜猜有什麼產品會這樣開的呢? 沒錯 沒錯 就是它 Apple Watch 大家看到嗎? Apple Watch 對了 這樣呢 這個就是我說 它出了很久 我一直都沒有特別想買 哇!還要是藍色 我抽獎抽回來的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純黑色的 主要是藍色 我最喜歡藍色 現在開箱給大家看 嘩!我都不太知道 它應該要怎麼開呢? 原來是這樣開的 然後就在這裡開 一出來就已經是一個藍色的殼 應該兩層 這個就是錶帶 是藍色的 藍色的 可以加大一點 說出來 藍色的 對 這個就是錶帶 首先 主要的本體 大家都是喜歡看 開這條 對嗎? 這樣搓 有沒有人看過 一段 第一個買到iPhone的人的影片 iPhone的殼都是這樣的 然後就這樣搓 一搓出來 然後就掉了 在地上 那些影片真的很可笑 好,這就是 Apple Watch的本體 它有一層紙包著 不用撕的 原來 這樣搓出來就可以了 這就是第七代的 Apple Watch 後面就是 檢查心率那些 傳統的開掣 還有扭扭 這個就是它的 整個錶面 這些就是它的廢的說明書 對 極簡易 對 教你怎樣安裝 這隻就一定是GPS版 就不是 可以入SIM卡那隻 那你開了正餘的東西 這個就是它的充電器 對 嘩 嘩 嘩 耍嗎 屎頭出 不是吧 屎頭出 這個充電 我哪有屎頭啊 就是要 就是怎樣都要買屎頭 先安裝錶帶 不,現在也不是完全差不多 真的是我總共的方法 但是 真的這樣就 不太好 看看它的錶帶 什麼錶帶呢 應該就是 封面的這隻色來的 對了 這隻 藍綠色的錶帶 是魔術貼的 對了 嘩 我以為它全部都是直膠那隻 沒有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看過 那 看它教怎麼裝 按鈕 它有寫的 按鈕在這裏 這個 這個 對 就吐這邊 然後 這隻 其實也不用怎麼弄 就這樣吐進去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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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搞錯的 沒有電的 沒有電池 一來就 to continue connect apple watch to e-charger 喂 那真的沒得試 唉 好啦 那我充電 我再 我充好電 我再試 那我收拾乾淨 這裏 好 我們待會再見 充好電 亦都設定好了 它主要都是用這邊 這裏 有一個Apple watch 的Apps 對 對 那 它這裏有些 設定錶面 跟著 安裝一些Apps 那它可以在電話上 設定 安裝的Apps 那它直接就 在錶上 那這支錶 本身也是 可以安裝到Apps 那它這裏 都有App Store 對 它全部WhatsApp Signal 那些都是 沒有一個獨立的Apps 譬如 如果拉 就會有獨立的Apps 就是 就像這個 這樣 不是很遲 簡直是 你按下去 它就會 展示到 一些訊息 但有些訊息 它是展示不到的 譬如這個 它顯示 Apple watch 不支援 這個訊息的架式 那樣 起碼它是一個 完整的Apps 其他 什麼 Apple play 你按這些 都看到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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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 一按 就一個錶面 錶面 就可以設定 不同的錶面 這個就是 近來看 940 920 余家聰 想到的 為什麼是 關於月圓市的 hints 對 對 它就可以再去其他錶面 它的觸法 你一定要剛剛 遮住 它的邊緣 它不是 在中間 是過不了的 那 為什麼 我又說回 為什麼我一直都沒有想著買 因為 就正如我所說 就是 譬如 我們香港人常用的 訊息的Apps 譬如 Whatsapp Signal 它都不能夠 應該是說 它都不能夠直接去 回復 但是它可以看到 它只可以看到 它不能夠直接回復 但是現在它有些Apps是可以買的 不過 那些Apps又是不可以買斷的 它有些 譬如 Watch App for WhatsApp 它也是訂閱來的 要成這個 好像三百多元 我剛才沒有留意 要付錢 我就覺得 不是這樣OK 另外 當然 這個是我抽獎抽回來的 那麼 不要求得那麼多 不過我就是想說 它這支錶帶 你看看 我覺得 這支錶帶真的沒有什麼質感可言 我以為 我以為全部都是矽膠那支 我沒想過它有這支 魔術碟錶帶 這支魔術碟好像小朋友那些 那些手帶 對 讓我研究一下 看看如果買一支錶帶 多少錢 那 大概就是這樣 再玩熟一點 對 再玩熟一點 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支錶 一個新一點的功能 好像是這一代才有的 就是這個 這個血氧 這個血氧 那它血氧 就可以 它要靜止 按 開始 15秒 它就這樣就要檢查完 其實它也有說到 其實這一個血氧的數據 它只是 給你健身或者保健用途 就不具備醫療用途 對 這個數值只供參考 好 我現在就可以試到另外一個功能 它現在 Signal和WhatsApp 都可以回復 對 你按進去 你見到一些訊息 按一下 它是可以標記為異讀和回復 而它回復的情況下 你按進去 之後 它就有這個可以給你選擇 你可以選擇繁體廣東話 你按的時候 按進去 它就會有一個 一個這樣的手寫版 你就可以 寫 簡單的字都可以 其實複雜的字都可以 但你要在這麼小的畫面 寫複雜的字就難些 簡單的字 譬如這樣 我寫一個正字 它也是可以讀的 它當然可以異音輸入 大家可以試試 你好 今天 我不空 其實它跟 iPhone的異音輸入用法一樣 另外它也有Emoji 這個Emoji 應該是全部的Emoji 你見到它正常 iPhone看到的東西 它也會有 它回復就是這樣 它也有些預設了的回復 譬如這些 什麼你好 怎樣 接下來 也可以關閉 如果你是一個 未讀的訊息 它會有一個紅點 你同樣 拉下來之後 掃過來這邊 也可以清除它 Facebook 也有通知 我今天試過 IG、DM、WhatsApp、Signal 它也可以這樣回復 唯獨是Email Email Email 因為我的編號是用Gmail 所以 Gmail 它只會有通知 Line都可以回復 我昨天說過 Line是直接有一個Line的Apps 基本上功能都頗齊全 基本上功能都頗齊全 但還是那句 我個人認為 三千多元買一隻 基本功能的標 是正常的 另外 另外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有很多人 以前 我未有這隻標之前 有些人 知道我熟悉這些電子 他們都有問過 究竟為什麼 我的Apple Watch 經常都沒有通知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首先 你要先戴上手 另外戴上手 你要先開關 基本上你開關一次 戴上手 就不用每次開關 另外 另外 一個重點 就是 你的手機 我剛才是這樣反轉 它的手機 電話要鎖定 或者優眠的狀態 它才會在Apple Watch 顯示通知 它的手機 就是 電話優眠 Apple Watch 通知 就算你的手錶是戴著 但如果你的手機是開啟螢幕 它就會預設在電話上顯示 它的設定來說 是不會同時顯示 但當然 它的判斷上 會有少少不 我今天也試過有幾次 兩邊同時都會有通知 所以不一定 但如果你只要Wash有通知 這個就一定要蓋上 或者放在褲袋 就是這樣 大概我今天玩過的 當然 試試其他心率 就正常 這些是基本功能 現在在一些電子錶上 就是基本功能 它有錄音機 有機器 有計時 倒數 倒數 但它有少少奇怪 我覺得有少少奇怪 倒數和計時是分開的 我昨天想試倒數 但我按了這個 試來試去都試不到 原來它是另一個Apps 大致上 我用了一天 大家會看到 其實這支錶一取 它就會自動鎖定 有很多人都會說 為什麼我只要放這支錶在桌上 我兩個都穿的 為什麼Apple Watch 經常都沒有通知 或者我正在充電 它都不會有通知 因為它預設是你正在充電 或者它只要放在這裡 或者它鎖定 都是不會顯示通知 所以這個 它的邏輯是對的 但和大家想買的時候 如果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想的東西可能會有少少不同 大概這就是我一個開箱 加上評測 我盡量把它剪短一點 一個這樣的開箱 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些開箱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